Hello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馆长聊影,我是张馆长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部经典的好莱坞动作惊悚片《勇闯夺命岛》 这是后来备受批评的导演麦克尔贝和如今公认的烂片之王尼古拉斯·凯奇 职业生涯口碑最佳的作品之一 从这部电影开始,麦克尔贝的电影美学基本成型 那就是极力渲染爆炸和枪战场面 酷爱使用广角镜头与慢镜头拍摄唯美的画面 利用相对简单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来构建叙事 但内在的故事情节却高潮迭起 除了上述的几点之外 最令这部电影加分的是汉斯基默的配乐 被后来无数的电视节目纪录片引用 汉默将军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树立卓越战功 在数次秘密执行的海外任务中 自己的下属不仅未得到支援,壮烈牺牲 由于任务的敏感性质 阵王家属得不到美国政府的任何肯定和应当给予的抚恤金 倍感气愤和羞耻的汉默在庞陀的大雨中来到妻子墓前 执意要向美国政府讨一个说法 汉默将军秘密纠集了十几名陆战队员决定叛变 针对某座海军军火库发动了出其不意的武装抢劫 目标是截走15枚VX毒气弹 在这个过程中 一名队员不慎泄露毒气 在数秒内皮肤惨遭腐蚀 迅速死亡 斯坦利·古斯比是联邦调查局的生化武器专家 酷爱披头式的黑胶唱片 华盛顿机场发现了可疑的包裹 将其送到FBI的生化实验室 里面的洋娃娃内藏玄机 被安置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生化定时炸弹 释放了毒气强烈腐蚀着古斯比和同事的防化服 定时装置将于一分钟后引爆 古斯比不肯注射保命的真迹 决定首先处理定时炸弹 还好他们运气在线 成功减掉了隐信 郁闷的古斯比回到家中休息 女友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了 并希望奉死成婚 得手之后的汉末将军和手下 来到了旧金山湾区的阿尔卡特拉斯岛 在这个俗称恶魔岛的地方 在1933到1963年期间 曾被用作联邦监狱 专门关押重刑犯 汉末将军劫持了岛上的81名游客作为人质 布置好严密的安防措施 将毒气导弹对准旧金山城区 打算向美国政府勒索一笔不菲的赎金 参与此次行动的每位人员将拿到100万美元 前往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避难 FBI和五角大楼 甚至白宫立刻如临大敌 白宫幕僚长辛克莱尔翻阅着汉末的履历 不禁感叹这个家伙简直是个英雄 他们应汉末将军的要求在午夜前进行回复 虽然五角大楼负责的艾尔将军是汉末的老相识 但汉末对于自己的83名下属 在数次黑色行动中阵亡既得不到官方承认 与体面的葬礼忍无可忍 他要求五角大楼从非法军售的基金里 拨出1亿美元汇入止境的账户 通报媒体或是拒不付钱 汉末就将向旧金山城区发射毒气弹 留给美国政府的时间只剩下40个小时 VX毒气弹的杀伤力惊人 一枚导弹就可以瞬间杀死6到7万人 普通的汽油燃烧弹可以清除一般的毒气 但彻底摧毁VX毒气的铝热机炸弹还在研制中 如今的解决办法只能考虑使用特遣队强攻 正在家中和女友啪啪啪的古斯比 接到了FBI的紧急征招前往旧金山 他希望女友也随后赶到那里 并答应会和对方结婚 特种小队安德森中校的计划是这样 利用恶摩岛监狱底部的排屋口潜入 让这些叛变的军人措手不及夺回毒气弹 问题在于监狱经过多次翻修 密集的下水道管网犹如迷宫 曾经服役的预警也不了解复杂的地形 在FBI局长沃迈克的手中 握有一颗极为重要的棋子 约翰·梅森 前英国特种空勤团上尉和间谍 因为窃取美国核心机密 被FBI秘密关押30年 梅森曾经从恶摩岛成功越狱 他的身份和秘密关押的事实 是沃迈克不愿透露的 但这次的危机事件 必须指望熟悉情况的梅森 提供潜入恶魔岛监狱的办法 身心百战的梅森 对于FBI的审讯见得多了 要求住进五星酒店的套房 作为交换条件 小胡子佩斯顿专员 故意用激将法 让梅森不要挑三拣四 扔给他一枚硬币 打电话给律师 扶完自己的无期徒刑 时间紧迫 局长沃迈克 只好安排古斯比和梅森谈判 通通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并保证将其赦免无罪 笨拙的询问方式 让梅森意识到 此事不同寻常 梅森趁人不备 掰断了硬币 划开审讯室的单向玻璃 发现另一头 就是构陷自己 30年牢狱之灾的老冤家 沃迈克 在FBI探员严密的保护之下 古斯比押运着梅森 一同前往五星级酒店 在车上他叮嘱女友 不要来旧金山 但女孩执意要来 梅森洗澡时 偷偷藏起一截绳子 并给前台致电 点了一堆山珍海味 让直前的探员们放松了警惕 梅森在阳台上 终于剪掉了邋遢的长发 用绳子捆住沃迈克的手腕 并把对方扔下楼去 一旁的古斯比 只能紧紧抓住绳子 直到其他特工支援 而梅森趁机逃出酒店 抢走了一辆吉普车 古斯比则在门口 紧急征用了一辆法拉利跑车 在旧金山的街头 展开了一场刺激的追逐 虽然暂时跟丢了梅森 古斯比和同事 意外的在机密档案中 查到了梅森在旧金山 还有家属 梅森暂时获得自由 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联系未曾农面的女儿 古斯比也悄悄来到了 妇女两人重聚的场所 梅森作为一个身份 被消失的间谍 女儿是唯一可以证明 梅森存在的证人 就在尴尬的团圆气氛中 骤然响起的警铃 让女儿觉得梅森 不过是又一次越狱了 但古斯比声称 梅森正为联邦政府服务 处理一场致命的危机 在其女儿面前 给足了老头尊严和面子 恶魔岛监狱水面下方 有一处排屋口 这里连接着复杂的地下观望 最终通往岛上的注水池 但梅森距离越狱 已经过了30年 具体怎么走 旺得差不多了 除非作为向导 给特遣队带路 而古斯比作为生化武器专家 一同上岛 必须亲手拆除导弹的芯片 没有心理准备和反恐训练 而且女友刚刚怀孕 坚持要来救金山 古斯比对于要承担的责任 倍感沉重 稍有不慎 后果难以想象 负责谈判的埃尔将军 虽然找了一套说辞 暂时无法转账付款 但汉默将军态度十分强硬 规定时间拿不到钱 就要向旧金山发射导弹 针对VX毒气设计的 铝热剂炸弹 还在加紧制造 白宫和军方 此时只能选择派出特遣队 进行强攻 这支特遣队 由安德森中校领导 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 乘坐直升飞机 来到恶魔岛附近的水面上 除了全副武装的特种队员 古斯比全部成功拆除毒气弹后 即可发射绿色信号弹 如果不慎接触到泄漏的毒气 需要在20秒内 给自己的心脏注射保命的针迹 而此刻古斯比不安分的女友 被接到行动指挥部 得知古斯比正在执行绝密的任务 特遣队通过潜水的方式 进入恶魔岛的排污口 从而来到岛上的注水池 这里表面上根本没有出口 只有一处蒸汽锅炉下方的狭窄通道 宝刀不老的梅森 还记得这里的喷火间隔 从一侧为队员们打开了封锁的铁门 与此同时 汉莫将军一行人 观测到不明飞行物的靠近 排出手下巡逻 严阵以待 梅森带领着特遣队通过下水道 来到了监狱公共浴室的下方 在此之前 汉莫将军的手下 在浴室的井盖 安放了一个高精度的报警探测器 表面上是雷射激光报警 实际上是侦测高精度的震动感应装置 也就是这个狡猾的陷阱 断送了安德森的特遣队 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实际上已经被汉莫将军的人员 掌握了行踪 提前埋伏好 只等特遣队员悉数来到地面 汉莫将军警告安德森中校 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 而安德森始终不肯做出妥协 最终还是擦枪走火 占据制高点的汉莫手下 开枪打死了特遣队的所有成员 没有来得及爬上地面的梅森和古斯比 侥幸逃生 梅森眼见大势已去 带上枪支和布化机准备逃走 而指挥部现在 实际上也只能指望他们二人 继续执行任务 这场惨烈的屠杀 并不是汉莫将军的本意 但他的那些手下 显然更在乎的是拿到赎金 无计可视的古斯比只好告诉梅森 汉莫手中的15发毒气导弹 如果射向旧金山 包括梅森的女儿 古斯比怀孕的女友 恐怕也会遇难 不久汉莫将军也发现特遣队 还有人活着 命令手下去搜寻幸存者 就在古斯比还在劝说梅森的时候 绝命毒师中的屠库穿越到了恶魔岛 向他们两人所处的下水道投下炸弹 还好古斯比和梅森命大 梅森终于改变了心意 先是带着古斯比来到停尸房 干掉了这里的两名守卫 飞刀和射击样样在行 也很自然的让观众联想到 萧恩康纳利所扮演过的007 毒气弹的拆解 首先是要将毒气药剂和弹体分离 然后将导弹内置的GPS芯片拆除 汉莫将军发现停尸间无人应答 立即命令手下继续围剿残余的敌人 虽然古斯比在停尸房 拆掉了12枚导弹的芯片 还有三枚导弹安放在岛上的其他位置 面对汉莫将军的陆战队员 梅森和古斯比跳上老旧的轨道车 在这个类似矿洞的地方和三名陆战队员展开了周旋 梅森矫健的伸手和古斯比紧急时刻迸发了勇气 逆转了形势将对方全部干掉 距离汉莫将军规定的时间只剩下了8个小时 最后的反制措施铝热机炸弹还在赶工制作 回到恶魔岛上 汉莫将军以人质为要挟 逼迫梅森和古斯比出来投降 交出GPS芯片 梅森毫不犹豫地毁掉这些芯片 单独出面和汉莫将军谈判 给古斯比争取到时间 让他去寻找剩余的导弹 不得不说 梅森和汉莫将军的见面更像是英雄西英雄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本国不承认的爱国者 而在古斯比这里他虽然找到了一枚导弹拆掉芯片 但还是被敌人发现并打晕 天光渐渐放亮 梅森和古斯比一同被关押在牢房中 古斯比抱怨 敌人手里还有两枚导弹可用 并且质疑梅森当年是怎么成功越狱的 尤其关心如何打开囚房的牢门 梅森则亮出了越狱的独门绝活 五角大楼已经和梅森与古斯比失联7个小时 旅热机炸弹已经准备就位 军方不得不采取最后的处置办法 彻底炸毁恶魔岛 而汉末将军和手下在焦急的等待 政府和军方的满意答复 不少人已经按捺不住 想要发射剩余两枚导弹 面对军方的拖延战术 在手下不停的催促之下 汉末终于决定发射毒气弹 梅森已经打好了退堂鼓 准备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古斯比则被陆战队员逮了个正着 虽然梅森嘴上说要跑路 还是给古斯比解了围 汉末将军迟疑地下达了 发射导弹的命令 镜头给出了旧金山 茫然不知的普通人 这枚导弹越过弯曲的海面 瞄准了正在举办 橄榄球赛的体育场 最后时刻 汉末偷偷修改了指令 导弹在体育场上空转向 坠入海中爆炸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汉末将军这样自相矛盾的命令 让这些叛变的陆战队员心生不满 连忠心跟随汉末的巴斯特上校 都开始质疑汉末的错误领导 而古斯比和梅森悄悄来到他们身边 面对上百万旧金山市民 和81名人之间的艰难选择 美国总统最终下令 不向恐怖分子妥协 派出空军准备轰炸恶魔岛 汉末将军的手下不愿就此罢首 这次行动一开始 他们就成了叛国者 不肯接受虎头蛇尾拿不到赎金的局面 汉末将军不愿意屠杀无辜的百姓 坚持要撤退 就在一番剑拔弩张的内讧中 他们互相举枪对峙 巴斯特上校在最后时刻 依然在维护汉末将军的权威 在一场手枪互射中 巴斯特和汉末将军双双重弹身亡 在弥留之际 汉末把灯塔上最后一枚导弹的位置 告诉了古斯比 梅森帮古斯比争取到了时间 让他赶往灯塔 拆除最后导弹的芯片 古斯比机智的启动导弹 让前来追捕自己的老黑陆战队员 坐上了火箭 在拆除芯片的过程中 古斯比掉落了一枚毒气药剂 还好没有泄露 与此同时 陆战队员仍然困兽游斗 试图夺回被偷走了导弹芯片 而这时空军的飞机马上抵达恶魔岛上空 古斯比和敌人的搏斗中 将那颗掉落的毒气药剂塞到对方的口中 然后迅速给自己的心脏注射了保命的真剂 意识不清的古斯比看到远处的战斗机 挣扎着站起来点亮了信号弹 在最后时刻 相关人员收到了信息 指挥部紧急向飞行员下达终止投弹的命令 千军一发的关头 战斗机不慎丢下了炸弹 但爆炸范围波及得很小 古斯比被气浪掀入了海水中 是梅森将古斯比救起 在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刻 古斯比和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并告知FBI局长梅森下落不明 其余人质完好无损 他为梅森提供了重获自由的机会 心存感激的梅森告诉古斯比 自己在堪萨斯州某座小教堂的椅子腿中 藏着那些美国最机密的情报胶卷 姑且算作古斯比和女友新婚的礼物 事件妥善解决之后 古斯比拿到了这些胶卷 带着妻子渐渐驶向了远方 在任何一本关于电影艺术的理论书籍上 这样的好莱坞商业大片 注定不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但我们再回看这部众星云集的大制作 两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 却毫无尿点 电影的完成度和精彩程度 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相当高的水准 关于粤玉的故事 这些年我们看了很多 这部电影则是见走偏锋 以重新潜入严密安防的监狱 作为主要剧情矛盾 加入了反恐 间谍 动作等等元素 肖恩康纳利扮演的英国间谍梅森 更像是风流倜傥 老年版的007 正如著名的影评人罗杰·埃伯特提到的 勇闯夺命岛 更像是多部影片杂柔的综合体 你可以看到那些复刻经典影片的痕迹 像《心脏注射药剂》 我们在低俗小说中看过 一群人开枪互射 然后互有伤亡 在落水狗中也出现过 好莱坞著名的西部硬汉伊斯特·伍德 在1979年曾经出演过关于粤玉的电影 《逃出恶魔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张管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